今早正三从工厂的乡里子了 刚刚乘了个小公交车 来到我租的房子小镇上面 刚刚下车 录视频之前 去了自银行 把我刚拿到手的工资 现金给存了一下 总共是3820块钱 他这里发的都是现金 前面就存好了 不然的话带在身上掉了 那真的是这个月20天又白干了 前面路过个摊头 买了两个饼 等我回我自己房子里吃一下 就不在外面吃了 这个是我带的衣服 包裹都带出来了 再带两个饼 现在先回去了 这里有那么多烧烤 前面没看到 看到的话就在这里买了 买好了 没看到 明天过来买 前面买了两个饼 哇 这里夜排当烧烤 它蛮多的 这里好像现在管得松了 在我之前 我睡网吧的时候 两个月前 我也在这里也来过的 好像那个时候 这里不能买 所以说我今天 没有往这里来逛 往这里来逛的话 我就前面买个几串烧烤 回去吃了 我就不会买两个饼了 好久没有开过这种烧烤的 我昏了 尝啊 到了 上个楼啊 说话声音稍微轻一点啊 因为房东大妈她在楼下 她不让我拍的 其实偷偷拍啊 这一间房间 跟你们说一下 是那个农村打工夫妻了 住的 晚上东西蛮大的 上次我听到的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不认识 这卫生间啊 跟你们拍一下 他们灯都没有关 反正不拍的话 哎呀 再过两天也不住了 就这么个简陋卫生间啊 这个就我自己啊 灯开一下 这我自己房间啊 我电脑还有方便面 前面两块钱 买了两块饼 等我吃一下 这就是他们家具啊 累死我了 方便面还没吃完呢 过两天还有一天两天吧 周一周啊 把它吃掉 前面在楼下 还没上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房东大妈的 他在下面吃晚饭 哥们我就顺便和他提了一下 那个退房租的事情嘛 我要退房的事情 那今天晚上不跟他提 明天早上 礼拜一起来 我肯定也要跟他说的呀 哥们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那个 我再住个几天 可能住到礼拜三吧 或者礼拜四 不是礼拜三 就礼拜四 我说我就不住了 我叫走人了 这个房子钱我是交到下个月4号 12月4号 我说我在这里总共来说住的天数也不多 对吧 水啊电啊都没怎么用 也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可不可以退退一下 150块钱嘛 后来他这个表情总共蛮纠结的 哎呀他说你说的太突然了 说了那么晚 他说你提早个几天 提早个5天6天说 那他可以退的 他说你一下子说出来 我这个房子再往外面借 可能一下子借不掉 知道吧 后来他后面说退我50块钱 应该退的话是退半个月150块钱嘛 他退我50块钱 哎我想想算了50块就50块了 他人总的来说还不错 之前给我吃过那个蛋的嘛 他院子里面养的鸡 炒鸡蛋给我吃过的 哎人还是蛮好的 算了算了 50块就50块 我现在说老实话 我也不在乎这50块100块了 接下来到贵阳赚大钱的 我是想着思想接下来放得开 格局放得大 可能好大哥 就是看上我人还可以 对吧 第一第二的话 可能就是觉得我现在确实比较困难 想拉我一把 所以说有些人下面评论也好 带节奏也好 就说贵阳 随便找个人 找个工人帮他干活 一年也就是五六万块钱 差不多了 别人干嘛给我那么多钱 那照你这么说 这个社会上都没有什么兄弟了 都没有什么朋友了 那别人好大哥 就是可能觉得我人还可以 就是觉得可能我现在是比较困难 就是想拉我一把 想帮我一把 可能我还给他创造不了什么 太多的价值 可能他那个行当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别人想帮我的 别人有实力的 别人还有别的产业了 他图片都发给我看过了 想帮我的 一年三十个W 不是很夸张的 我还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说有些人社会上面 没有混过 不知道 我毕竟以前采购 接触的人也蛮多的 上了十年班了 照你们这么说 那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什么人情事故了 所以说也没这么好说的 给你们 对吧 不懂就是不懂的 等我去了 实地拍给你们都看了 你们就知道了 吃饼了 吃两个饼 方便面还是吃一包 好像不大想吃方便面 前面看了外面烧烤 想吃烧烤了 反正这两天就先这样 明天早上起来去做个核算 好吧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啊